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,王一博年末新歌将如约而至。 今年又会是什么?喜爱王一博的朋友都知道,这是一位神奇的少年,影视歌舞全才。 这是一位阳光的少年,机车,冲浪,滑板,跳伞,无所不能。 这是一位谦逊的少年,对自己的荣誉看得很淡。 这是一位优雅的少年,个大时尚品牌的宠儿。 他,优秀地让人感慨。 同时,他也是一位手诺的少年。 从2019年年末发行首之自己歌词创作的单曲五感开始,每年年末,他都会发行自己的新歌。 20年的《我的世界》首则,21年的念,22年的《像阳光一样》,到了今年,他如约而至。 将在12月29号12点。 这,好像是他和他的歌迷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,令人期待的浪漫之约。 每年一首新歌,每年都在玩新的音乐,从RAP到抒情年年初新,尊重观众就是这样,不断给观众新的舞台新的体验。 今年,宣发也格外有新意,在GQ摄影镜头下的王一博,一个问一个答,一个黑白一个彩色,一个爱新鲜一个爱陈旧。 感觉这就来了,两者的隔空对话,简单而富有深意,在看什么?在看万物。 黑白寓意陈旧,彩色寓意新鲜,简单两幅图,简短几个字,仿佛已经把大家拉进某个意境。 期待值拉满。 王一博,这次要给大家表现什么? 今年是王一博忙碌而充实的一年,今年他在大银幕上取得不菲的成绩。 三部作品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热烈口碑颇佳,出色大银幕还获得金鸡最佳男配提名。 可想而知他的日程表,肯定是满满的无缝衔接。 但是,他没有忘记他和歌迷朋友们的约定。 他也没有忘记,他是一位歌手。 所以,他带着新歌,又来了。 一年一惊喜。 一起倒计时吧。 2023年12月29日12点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